据报道,一名19岁维吾尔男子自杀身亡,原因是恐怕被当局关进集中营。 据自由亚洲电台6个月前受到的线索,应急杀陷一名维吾尔青年受到警察询问后自杀身亡。 通过一系列电话采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证实,死者是一名叫伊布拉因·卡斯姆的维吾尔青年。 据报道,伊布拉因出生于2000年,因此被当局列入危险碎阻。 他曾在中国福建省一小时从事实业,期间通过翻墙软件与加拿大级维吾尔人鼓励联系。 他想鼓励透露一些关于维吾尔人受到种族歧视的文件。 2019年12月,他告诉孤里,因急杀陷警方要求他返回家乡,此后孤里和他的联系中断。 据报道,他一回家就受到警方骚扰,后来自杀身亡。 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于12月14日在推特上发表声明, 敦促中国当局释放维吾尔族研究人员和教授瑞伊拉·达奥蒂,并结束冬突决散的文化破坏。 代表中国事务委员会两位良西主席发表的声明是在维吾尔族学者瑞伊拉·达奥蒂被任意逮捕三周年之际发表。 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段视频消息,内容涉及包括瑞伊拉·达奥蒂在内的被任意逮捕的维吾尔妇女。 该委员会在声明中说,在维吾尔族研究人员瑞伊拉·达奥蒂失踪三周年之际, 委员会主席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她,并结束其在东都决散的文化破坏。 52岁的瑞伊拉·达奥蒂于2017年12月失踪,据称她被带到一个集中营, 尽管中国政府尚未透露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15亿美元贷款以偿还沙特阿拉伯债务。 消息人士告诉论坛报,中国再次提供其15亿美元的融资额度以偿还沙特阿拉伯20亿美元的债务, 从而再次援助了她的朋友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财政部消息人士告诉论坛报,巴基斯坦定于周一返还10亿美元, 其余10亿美元将于1月到期。 报告指出,这一次中国没有从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贷款, 也没有向伊斯兰宝提供商业贷款。 消息人士说,这两个国家都同意这一次将2011年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再增加100亿人民币。 过去几年,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确认,乔·拜登在总统选举中胜出, 这是他入驻白宫前的最终步骤之一。 在现行美国选举制度下,选民投票实际上是选票选举人, 然后再由选举人在数周后正式投票选出美国总统。 结果是,拜登最终赢得306张选举人票,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赢得了232张。 接下来,美国国会将于1月6日举行会议,认证选举人团投票。 中国长江口周日晚间发生重大的船南事故, 有两艘货船相撞,其中一艘入水并沉没, 至少3人遇遇难,5人人失踪,搜救工作人在进行中。 综合媒体报道,此次事故发生在长江口北遭航道水域。 据上海海事局消息,一艘货船长免海洋号因主机故障在长江口北遭海道附近, 与另一艘货船星期盛69号发生碰撞,导致后者船体进水沉没。 16名中国船员堕海,在至周一下午, 搜救人员一共救起10人,并打捞起一具遇难者尸体, 其余5人仍在搜救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